才刚开问庭 检察官立刻面对大批媒体 包围追问 不管怎么问 检察官加上书记官 一股脑子想离开法院大楼 做问题统统不回应 或许是早知道生涯 真文灿不成 法官改裁定500万元交保 让检察官五言以对 毕竟历经跨业的马拉松式真讯 好不容易提出生涯 却换来不同结果 这个画面对比几个小时之前 两个人抬头挺胸 准备开庭 有着明显不同 也是因为正办正文灿案 让检察官的背景因此曝光 毕业于政大法律系的陈嘉义 司法官训练所55期 曾在陶姐妇幼组工作的他 还在2022年获选家暴性侵害 防治有功人士 不过就在同年却传出感情纠纷 靖州刊曾报导 女友控诉遭到检作动手施暴 还秀出伤痕累累照片 检作当时回应只是感情纠纷吵架 便会像前女友说的 掐脖子也不是恐怖情人 但陈甲官也曾经因为举报 时任检察长涉嫌官说 医院院长逃落税案 导致长官遭到拔官调职 如今又因为正办正文灿案 让他过去的争议事件 再度一一摊在阳光底下 建新闻综合报导